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精神科的醫師 楊聰采楊醫師 大家好 非常歡迎 我說楊醫師越看越年輕 道次長 我覺得跟你笑口殘開有關係 氣色也很好 謝謝 那另外我們邀請到的是 失智症協會的秘書長陳雲敬 小小姐你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歡迎 另外是這個 食商心理師林翠芬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營養師劉怡黎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我們邀請到的是失智症患者的家屬 劉若涵小姐 小涵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失智照顧中心的護理師戴文婷 文婷你好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非常歡迎六位 看這個陣容 我們就知道我們今天要談失智症 那這個主題是失智症年輕化了嗎 這個說現在大家以為是失智症會長輩才會得到 不過全世界好像失智也有年輕化的趨勢 甚至於說有人三十幾歲就得到失智症了 那我先這個請教一下 楊醫師 實情是這樣嗎 是的 我先各位分享一下 先講臺灣好了 臺灣呢 其實呢 我們男性是平均年齡是八十歲 女生是大六歲 八十六歲 對 那我們現在的失智呢 其實年齡是越長就越危險 比如說人家八九十歲以上 可能兩三個裡面就有一個失智症 那現在以照全世界來講 每三秒鐘就有一個失智症 那我們等一下可能會談年輕型的失智症 大家不要認為說失智症是老年的權利 不對 我現在手上你抓了最年輕的 全世界最年輕的失智症是十七歲 開始有症狀 十九歲 十七歲 十七歲 它不是智能偏低喔 它就是真的失智 它的腦 因為失智症典型的幾個特徵嘛 你說核磁共振或是電腦斷層 你的腦都會萎縮的 不同部位的萎縮 第二個 因為腦就像一個電腦一樣 有硬體 有軟體 硬體不對的 軟體去做不是記憶力不好 計算能力也不對 定位感也不對 人事實地物都不對 時間 地點 人物都不對 對 有的人還嚴重的話 會出現一些行為精神問題 譬如說幻覺 妄想 瞻望 這是一個我們今天講的課題 真的很重要 大家都要提高警覺 尤其現在我們手上都陸續 等一下我還可以講到一個四十歲 很悲慘的女性的故事 千萬不要以為你不會得 因為失智症 以我做例子好了 我的外婆是失智症 你的外婆 大舅是失智症 那我媽媽到去世的時候 她也有一點那種狀況 所以我就是失智症的高危險群 因為失智症會遺傳的 雖然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會遺傳 所以我本身是一個基督徒 我一直很期待說 我離開人世 跟上帝喝咖啡以前 我不要得失智症 為什麼 失智症 但是我很痛苦 家人很辛苦 我痛苦是因為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越來越不曉得 像有一部電影叫 我懷念我的日子那個 你看教授多可憐 第二個家人很痛苦 你不知道怎麼照顧 然後萬一照顧的那個有精神異常 沒事 有人進來就說 他虐待我 他打我 他不給我吃飯 他偷我錢 你很慘 最後收到安養中心 拜託 一個月好幾萬 那楊醫師你是幾年次的 一九六三 今年快要邁入六十一 所以你說遺傳嘛 那你說要提高警覺嗎 那你有提高什麼警覺 我至少四個字 要能睡 要能吃 要能動 還有大哥你剛剛講的 能笑 能什麼 能笑 笑 賣笑也要笑 賣笑也要笑 四個 那平常都懂得紓壓 要能夠懂得去說說話 唱上歌 做運動 還有護視呼吸 還有寫日記 寫心情日記 感恩日記 快樂日記 想不到快樂是助人為快樂之本 楊醫師 你說簡單 能睡 能吃 能動 哪是你說要這樣就能這樣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常說睡眠是健康的第一根柱子 睡眠有養顏 美容 減肥 增至的效果 睡眠 像我在晚上的時候 跟我太太十點四十五分 一起禱告 十一點準時上床關腦袋 然後開始莫屬一個簡單的數字 開始練習護士護肌 我訓練自己三十分鐘內入睡 三十分鐘入睡 都不用安眠藥 我晚上十一點到早上六點 就是標準 因為要六到八小時 然後睡前四小時 我趕快去排尿 我不要半夜起來尿尿 在睡睡不著 而且年紀大的人 你要知道半夜起來尿尿 摔倒了大骨 冰骨骨骨折很可怕的 然後我白天多喝水 體重層也三十CC 反正該遵守了 我遵守了 我就去窮盡 窮慌之力 希望我再去喝咖啡前 我就是這樣子開開心心的 你禱告的時候 都禱告什麼 太太不要再來叫我繳會錢嗎 禱告就是我剛剛講 正向心理學裡面講到 感恩跟快樂 會增加雪青素的生命 雪青素會讓你睡得好 不焦慮 不憂鬱 腸胃道功能等等會改善 所以我每天要感恩 我不是說嗎 住人為快樂之本 譬如說我就有當志工 我有當去認養家庭 我每天感恩 今天誰煮的飯很好吃 你不要認為說 這都理所當然 你懂得感恩 第一個你不會孤單 你有人員他會幫你 不然你幹嘛感恩 對不對 然後你想不到快樂是住人為快樂 志工就是可以 那你今天來節目快樂嗎 當然開心 看到這麼多人 等一下大家七嘴八十 我都很開心 感恩 太感恩 那你還拿手碼 那我等一下就捐出來 OK 那我們現在到底 臺灣有多少人失智 臺灣 我跟你講 其實那數字會翻倍 譬如說我們二零四零年 二零二十四年 我們差不多三十多萬 快四十萬 你再翻幾個一下子 現在有三十幾萬 對啊 會快到七十萬 什麼時候七十萬 差不多在二十多年會七十萬 但是年輕型的失智症提醒你 一百個失智症裡面有五百分之五 是年輕型的失智症 但是有越來越年輕 為什麼 我們作息不規律 所以不好 是 第二個飲食 現在太高熱量飲食很多 你小心代謝症候群上升 高血壓 高血糖 高血脂 我們臺灣的胖子也很多 有沒有 我剛剛今天來 我來聽一個節目 都在講胖子 我們臺灣很客氣 叫BMI二十七以上就好 BMI就是體重 體重公斤 除以身高 公尺除以平凡 其他日本 對岸都是二十五 做標準 我們臺灣很寬鬆 那你不要跑去日本 你去美國看我們現在多安慰 OK 好 這個剛剛楊醫師有講到 就是能睡能吃 能動能笑 要感恩跟快樂 那我想請教以理 就是說如果不要想要 不想得到失智的話 在吃有沒有什麼要特別注意 其實目前在飲食習慣裡面 我們當然會建議六大類的飲食均衡之外 我們還是會強調在預防失智症的部分 其實還是有一個所謂的地中海飲食 對 那地中海飲食 他其實你看他的那個圖表的這個 他就是一個金字塔 那他有幾個原則 其實是可以很簡單的 第一個就是越下面的 越健康 越安全 越上面的就是吃的要越少 因為他可能對你的這個 可能危害是越高的 那當然在失智症患者裡面 有一款是所謂的血管性失智 那就跟剛剛楊醫師提到的 所謂的可能你中風啊 或者是說血脂太高 之後所謂所謂產生的失智 那這一群人特別需要 就是地中海飲食 那他這個你看他這裡有跟你說 就是說你要吃的東西裡面 像顴骨類 我們一直創造顴骨類的東西 要吃多一點 然後另外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每餐要吃的 比如說像他用的是橄欖油 他不是用植物 不是用動物性的油脂 他是用地中海 對地中海飲食 用此味的植物性的油脂 我們臺灣 其實我們臺灣的苦茶油 也是不錯 苦茶油 對 還有人用麻油嘛 對不對 那都是堅果油 其實也是很好 麻油也不錯 對對對 然後另外還有告訴你 就是說你的生活型態要改變 這個都是可以天天吃的 比如說像我們提到的堅果 辛香料 那在地中海飲食裡面 因為他比較偏向於是其他國家 他們地中海國家的這個 的用核心香料 比較像是迷迭香 茴香這些 那臺灣其實我們臺灣的營養師 鼓勵可以替換 我們臺灣最好吃的就是大蒜 對不對 我們的臺灣的大蒜 非常的分析結果下 我們臺灣大蒜的硫化素很高 他可以提高抗氧化程度這樣子 所以像臺灣的大蒜 洋蔥 其實你可以替換 你不一定要去找什麼香草茴香 這種來吃 因為這個可能比較 對一般來講 可能比較找不到 臺灣的蒜頭對三最多 都 哪一個縣知道嗎 猜一下 屏東 北岡 是雲林 雲林縣 但是很奇怪 我們嘉義又有一個蒜頭香 雲林產生 生產的蒜頭很好 對 而且是小顆然後很辣 那代表他的硫化素很高 跟你一樣 小顆很辣 我們先休息一下